首相敦马列明天到日本展开官式访问 这趟行程意义重大 彰显他对马日关系的和日本投资的高度重视 并把两国关系带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同时也可以向日本和区域国家 介绍西蒙新政府的政策 首相与夫人敦斯蒂阿斯马将从明天10号到12号 对日本进行三天的工作访问 其中12号将与日本首相安倍进行四演会谈 这也是他经历第14届全国大选 出任我国第7任首相后 首个出访的国家 除了与安倍见面 首相在11号将在东京出席第24届亚洲的未来国际大会 演讲主题可能专注在向东学习的课题 此外他也出席向与日本媒体的对话会 超过200名媒体人将出席 出席第24届亚洲的未来国际大会的人物 都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智库经济专家 银行家 亚洲发展银行总裁 政治学家以及著名大学的学者 直到现在 大学的观点 还未继续 如果要接受 他说 多16千里的 大学的 有多16千里的 有多16千里的 都能贴取出 立法律的 他们回家 日本是大马的最大外资 去年日本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达到130亿美元 时尚上台后对国家财务的大力整顿 向投资者展示了他要清理门户 回到正规的决心 而安倍也期待这次跟手上的会面 我们下期待下期待